那你們現在所看到的呢 這兩個法寶一個是離子夾 還有這個呢是蓬蓬夾 它這兩個呢就完全是不一樣的 蓬蓬夾呢最主要呢 就是針對我們的頭髮頂部 比較容易就是扁他的朋友們呢 跟我一樣我是細軟髮 所以我的那個頭頂非常容易就是扁他 那離子夾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很多人夾裡面都有 那離子夾呢 不管是夾卷還是夾直呢 其實很多種用法 那蓬蓬夾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有看過 但是這個不是玉米虛喔 玉米虛呢以前的話呢 真的是超級的夾 而且還會那種把頭髮燙的亂七八糟 很沒有質感 那它這個蓬蓬夾呢 待會你們就知道 它的特點厲害在哪裡喔 所以主要呢 它打開的時候呢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閃亮的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就是其實它開關的非常簡單 還有開機鍵 之後呢裡面就是可以讓你調整溫度 我覺得是真的非常方便 那基本上呢我是細軟髮 所以呢我會調整到170度 或是160度的左右 那像這個蓬蓬夾的話呢 你們看到它這個夾子是真的比較特別 它是真的是屬於 真的它跟一般的那種玉米虛的夾子的 設計完全構造都不同 所以呢真的效果非常的不一樣 那首先呢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像我自己我一定會要用瀏海 那我就是用離子夾快速的 那瀏海先夾出來 之後呢你們看一下我瀏海 最近差不多都完成了 這就可以去噴定型液 那我基本上呢 因為我現在瀏海比較長 所以我會用旁分 那我瀏海有修剪短 所以我就會用空氣瀏海 那我現在接下來就是要來 讓你們知道說 其實呢這個 你要用包伯頭也是沒有問題 夾住 弄下來 夾住 弄下來 那因為我頭髮呢 其實算是量比較多 但是我不習慣就是會要去 分層去夾 那基本上的話 是要分層去夾它的 那我是教大家 怎麼樣用快速的方法 我會感覺就是整體上啊 你一起床怎麼都是亂糟糟的 有型和頭後面一樣 因為我個人覺得就是一個 美髮器具 除了漂亮以外 就是要實用 實用性要高 另外呢這個就是碰碰夾 碰碰夾的地方呢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頭髮呢把它抓厚一點 不要抓得太薄 就直接去夾它 夾進去 大概數一二三四五 好放開 其實它的那個 蓬度就已經出來了 那我跟大家說一下 有沒有 整個那個蓬度都不一樣 就是沒有感覺 就是整個好像扁扁 這邊還沒有夾蓬喔 這邊是還沒有夾蓬的 這邊是已經夾蓬的 一點點夾蓬 那我再把它 另外一邊 這個地方我覺得 比較扁塌的地方 把它拿過來 加在髮根 一二三四五 然後這樣蓬起來沒有關係 不要緊張 這個頭髮到時候就會蓋下去 你看就是蓬鬆起來了 頭髮這樣就蓬起來了 有沒有不一樣 跟剛開始完全不一樣吧 那我換另外一邊 那我們兩邊做比對喔 那你們看一下 這邊是已經夾蓬了 這邊還沒有夾蓬 那另外一邊 我同樣 把這邊頭髮上面的先翻過去 那我就是夾蓬 內裡的頭髮 夾蓬 我覺得前面還有一點點 好像不夠耶 那我再夾一下 好 這我就可以把它翻過來 這邊這樣整個就變蓬了 有沒有 那差不多就變蓬了 就好像沒有 就整個就是 整個貼順你的頭皮 沒有喔 就整個就蓬起來了 你想要再更蓬一點的感覺的話 也可以 請在你再次把剛剛的地方 翻過去 還沒有夾蓬的地方 再給它夾下去 記得喔 然後要有一點厚度喔 夾蓬的一定要有一點厚度 這樣才會有效果 好 再把頭髮翻過去 你看蓬了 蓬起來了 對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覺得把頭髮 我自己在家裡面整理 就是這樣很簡單很快速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重點是 它是可以調整溫度的 而且你 它的質感是非常棒的 你看漸層的彩色 我覺得任何女生應該都會非常喜歡 這樣夢幻的顏色 如果你已經有離子夾的話 不要買也沒有關係 你買這個蓬蓬夾 再搭上你自己的離子夾 也沒有問題 因為我覺得現在女生的頭髮 很容易扁塌 所以呢 就是沒有那種蓬鬆度 然後你還要去 那種什麼蓬蓬水啊 蓬蓬粉 我覺得很麻煩 那你們大家一定會想要問說 那我夾完之後 我噴完定型的 那我之後 你的戴安全帽要怎麼辦 我跟你們說戴安全帽 對不對 戴安全帽都會這樣壓著 那沒關係 你就要手這樣往上戳 往上戳 好之後外面再給它順一下 其實它的造型還是有回來 對 我覺得是這樣子 那我自己是 有時候會習慣會塞耳後 對 所以其實蓬度還是有的耶 它蓬度還是有 所以你接著用蓬蓬夾 它可以讓裡面的頭髮的底部 根部有做支撐 所以你想要讓它蓬起來 你只需要把手伸進去戳一下 其實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看它又怎麼又蓬起來了 所以我是真的覺得非常方便喔 所以你看 粉頭髮要整理造型啊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都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推薦給你們 這兩個小工具喔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點下面的連結 可以購買 還有想優惠 這是只有我們專屬的優惠 提供給我的 各位粉絲還有導致我們喔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或是到我的臉書喔 臉書粉專也會有 隨時的最新的資訊 那影片的話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才可以接收到 最新的影片資訊通知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